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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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早是在想 还有什么新的吗 但是又觉得即便是一个点角 骑士里面的变化也非常复杂 这个变化非常的复杂 我们也就不展开说了 而这盘棋里 李维钦恰好也选择了一个比较简明的下法 也是形成了一个局部的经典棋型 黑棋在脚上掏掉了白棋的脚 白棋在外围获得一排子力 当然这个地方将来还有很多的变数 也不能完全地把它看成是后世 但总之这个棋型可以说是当今棋团最常见的棋型之一了 是的 然后白棋现在它就脱纤了 对 这部棋我们可以看到 这部棋使得白棋下边和上面这一个子 遥相呼应起来 这三个地方形成了配合 那么这条棋的位置 我们也把这个配合的位置叫做是中国流 所以这样的一个配合可以说是 使得白棋这边整条边都生动了起来 这是这条棋的意思 那么对此李维钦也是继续贯彻 他开局捞取实地的这个战略 在这个左下角取得了不菲的时空 那么同时我们看这边其实由于二路的下盘漏风 所以这边白棋也不太可能围出很大规模的势力 就是说白棋现在如果就这样围 其实是不能考虑的 对 就算你比如说你把这个想象是一块矿场 你上面建立的很好 然后底下被别人遭空了 这你啥都没有 对 不能光就是图于这个表面 表面形式 对 所以黑棋这个打了力 我们看开始黑棋就下在了二路 那么这招棋看起来可能走得有点 怎么就往二路走有点委屈 但事实上它确实是一招价值很大的棋 是不是也让局部就是白棋不太好再走了 对 这个局部等于说就先告一段落了 白棋实战也是以笔之道环石笔身 他也点脚了 又上点脚 对就好像这盘棋两个星位的两个角 大家都你点一下我点一下 这个太流行了现在 所以也很正常 那么黑棋选择打完之后 也是跟白棋一样 一样画个湖 我再是飞一个 但是白棋这个时候变招了 对 这个朴婷环是不是有所准备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就从这个局部来说 黑棋走底下 白棋走外面 黑棋有实地 白棋有外事 那么相对来说在全球其他地方 按照这样的理论 你认为白棋是应该希望挑起战斗的 还是不希望挑起战斗的 那要是我这个已经在外围的话 其实肯定是希望它可以发挥作用 如果有战斗的话 那当然是最发挥的了 是啊 所以朴婷环在这个托一个 他不想选择简单的下法 而是主动想求战 如果黑棋直接搬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局部将形成一个非常 可以说是复杂的变化 对 其实这个大家稍微就是 我们如果留意一下的话 最近下的比较少 但之前管它叫米式飞刀 对 米式飞刀 就直接把黑棋给咔嚓断了 外面的断点很多 这个局部直接就开战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是朴婷环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个人觉得如果像这样的话 根据棋手们的研究 目前来讲 黑棋这个局部是稍微有一点难办 稍微有点急手 就是黑棋可能要搬这个得下一定决心 对 它需要有配合 需要有配合 比如说上面寻求子力的配合 或者说右边寻求子力的配合 可问题是 这个时候如果黑棋比如说 单纯的在这边走 跟白棋一样的话 那么白棋在这边就不会是顶一个 跟这个角色不一样 是 它就会搬出来 对 这个形状好像一旦被搬出 这个地方被藏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左右两边明显是陷入了苦战 这个局部就形成了白棋以夺打扫的气形 所以这个是黑棋 基本上可以说这个下法是 当今职业集团的高手们所忽略的 就是说只觉得黑棋还是有点过分的 所以就是说现在李维钦面临的一个难题 就是一 这个局部如果想要强行开战 其实是没有什么成算 那么他就需要找借用 但是呢黑棋很难找到很好的借用 因为没有籽呢 怎么找借用啊 对 对不对 无处发力 无处借力 那么实战李维钦的借力方式在哪呢 在这里靠 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靠固然是这个局部的一个常见的下法 可以说AI出现之后的一个新的下法吧 但同时李维钦支部棋 是有战略的思想的 它是根据右上角的棋形 来决定了他这条棋的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机去选择 在白棋的小木上靠一个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希望能够借力打力的一个战略思想 那正好说到这儿了 孟老师 大家可能对李维钦 因为他毕竟年轻嘛 不是特别了解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棋风 李维钦 或者是您了解他的一些方面 刘维钦首先他是00后 年轻人肯定都是很有朝气的 这是肯定的 而相对来说 他在年轻棋手里边 棋风算是相对稳健的 相对也算是比较全面的 就是均衡型的 对 不过相对于比如说谢科 丁浩等其他00后的棋手来说 他的势头 他不是最好的势头 但是最近的势头很不错 反正等级分也进入了全国前 反正等级分也比我高了 前30位 可以继续进入 是 就是在00后里面 现在这一波比较突出的里面 也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对 我觉得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今年上海队也是 多次的 想要去锻炼刘维钦 派遣他到主将的位置上 对 这盘棋也让他挑战了朴婷环 对 他跟国内外的这个 顶级高手们切磋过很多盘了 对他来说也是有着 不小的帮助吧 在经验上 包括这个跟最强者这种 对抗上 对他的成长有帮助 是的 那我们赶快看一下 朴婷环会怎么应对呢 对 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 因为这招棋 毕竟还是 视觉效果上还是很酷的 直接靠上去了 那么这一带的战斗 其实直接影响着右边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讲 其实黑棋始终留着电子炸弹 就是这边白棋 有可能要搬出来 直接跟黑棋开战 这个地方黑棋是 有一定的隐患的 可以说 所以黑棋在这个地方 就一定要始终围绕着右边 去进行这个全盘的思考 这个对黑棋来说 不是容易的事 对我觉得这个好像对黑对白 其实都要去斟酌的比较 就是要思考东西比较复杂 是的 实战平等环搬这边 这是局部最正常的应对 因为如果长的话 其实这两下 将来黑棋 比如说将来另一个 这两下黑棋是不亏的 同时我们看到 这个边我就算减免退一个 我搬起来吧 还是长 长的现在更多一点 那这个头对这个头 反而这条边 现在有点重复了 这样我这个目的达到了 这就黑棋靠的目的 就达到了 所以我想在黑棋靠的时候 李维针也想到了 朴棋王他会怎么下 他已经有所应对 他已经有所思考 就是搬后续的下法 会走成什么样 应该说他已经 然后还里应该有一个图了 对 也就是接下来的手段 其实对双方来说 都是必然了 搬这个 这时候白棋从气质上讲 也不是很想站回来 那这样的话 有两个子接应 在搬到这里的时候 对右上角的战局 一定是要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定是有影响 毕竟是两个子的帮助 对 这里整体作战起来都不一样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白棋 也希望能够揪住黑棋 打断 看起来双方都下得很激烈 实际上这是两者 两位对局者 在战略上进行的这个博弈 对 他们都是 看上去 其实如果不是孟老师 您说的话 我们以为一个局部 就是一个局部 但实际上呢 就是在高手脑海里面 一个局部 它跟另外一个局部 是串联起来的 对 这就是围棋 最有意思的地方 围棋是一个 如果围棋算的游戏的话 那么它是这个世界上 极其罕见的 战略性 策略性的游戏 就是我们时刻会 会盯住一个局部 再去思考问题 例如说 我们会把棋盘分成 脚 边和中央 那么脚也分成四个脚 左上 左下 右上 右下 四个脚 每一个角就是每一个局部 对吧 但是围棋中又有处处争先 什么弃子 抢先 脱先 等等的概念 其实我们在思考 每一个局部的过程当中 永远都是在盯着全盘 就进行全盘的思考 对 还是要有很多策略性的 是的 这个我觉得是围棋最深 最有趣 也是最难的地方 没错 我们快看一下 白棋会怎么样应对呢 接下来 白棋这个地方 既然选择打断 那当然就 这肯定还是要接着打的 是 要不然这样被挣死了 对 他就会下最强的手 最强的下法 先把黑棋打断 然后这个局部再粘回来 孟老师在这儿 其实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可能很多爱好者朋友们 在这个时候 他都会有一个担心 就是我的脚 难道不怕被人家 吃掉吗 确实 这个是有一定的担心 但是 如果我再打上来 我就担上 首先这个时候 我想说 这个时候天然有劫财 这个不是特别常见的 首先从这个局部来说 直接断一个感觉 黑棋叫 就很弹了 对 那正好是有一个结 对 没错 可能小云老师本来就想 阴到我这个 然后发现我第一个 还是粘着 对 因为 那我们说回来 如果不是这个局面 仅仅是局部的话 仅仅局部的话 白棋粘回来 也是可以满意的 因为黑棋已经先被 白棋提掉一个子 那么会怎么变化呢 对 我吃 这种地方被提掉一个子 还是很痛的 这样吧 我就算尝一个 你不走 我将来直接 二度直接点到这 或者拆个一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这个块棋 好像还是很有问题 没活 但是你要是走这边的话 这边怎么办 甚至我这个时候 我先搬出来再说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 就 且不说局部怎么样 从全局战略上讲 黑棋一定是失败了 是 这个有一点被动的感觉 对 就是你顾此失彼 你以为这边 我们可以做一个转换 做个判断 实际上你已经失去了先机 当白棋这边后落的时候 再从右上去 选择战斗的下法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 战斗就太吃力了 所以这个时候 首先局部来说 应该说高手的认为 认知上还是觉得白棋不错的 那么这是局部的一个判断 全局上主要是黑棋是明显的 不能这么下的 也就是打吃的时候 其实利也是必然的 对 利是必然的一手 白棋粘回来 黑棋这时候也是很强硬的选择拐出来 如果打的话就是形成转换了 这样黑的也能接受吗 这样黑棋确实不太能接受 这个就死了 两子 这个两子被爆死的话 白棋这边收获太大了 所以黑棋也是强行选择拐 也是正常的 单拐 对 那白棋当然也要对黑棋进行攻击 对 因为我现在不能长吧 长的话就是 你就多死一个子儿嘛 就对于你就打了把我压死了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考虑 也是有可能 只是这个下法 就白棋毕竟要付出更多 就是我得 对 大致我从死一个被人死两个 等于多跑了一下嘛 确实付出要更多一些 当然这个下法从全局上讲 其实白棋也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白棋正好正好正当先生 可以回到这边来 当然现在战斗可能有点累了 就点一个算了 嗯 划一手 嗯 方向上白棋还不错 而实战 朴婷婷觉得 这下压好像没什么 可以 没什么好保留的 因为你 我还不想给你 这个转身的机会 对 它是不是下来更狠一些啊 对 它这部棋压了一个 明显的是非常狠 如果黑棋长的话 白棋再长这边的时候 还是明显不一样的 嗯 对 黑棋 黑的只好爬二路 对 那就很苦了 也是基于此 李月青决定 做一个非常大胆的选择 嗯 嗯 这个地方 我是在想啊 孟老师 他们应该在之前 都有所研究 因为现在大家利用的 AI也是很普遍了 所以可能在这儿的 对于一些变化呢 也是有他们比较 嗯 比我们想象当中吧 更加有深意的 这种研究 嗯 我是这样猜测啊 对 嗯 对 嗯 但是人力毕竟是有限的 嗯 而且AI的 只要说实话 它基于每个场合 每个不同的场合 它的招法都不一样 嗯 这个局部可能 嗯 A场合它会走 走在一个选点 B场合 它就换了一个选点 嗯 你完全人类的 从人的角度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啊 它就是根据场合的不同 它的局部的下法 也完全不同 是 所以这就是 就是人力所不能达到的 一种 一种高度 无论是计算也好 还是 呃 判断也好 还是境界也好 嗯 就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李维卿是 这个时候 这个局面 我想他俩 不一定能 认识到 嗯 所以 预判到 对 所以李维卿 只能基于自己的认知 他选择了一个 很大胆的下法 就是 对他拐了一个 拐一个 嗯 白棋搬 黑棋立 嗯 白棋贴 哇 这个地方真的感觉就是很紧凑啊 对 非常紧凑 白棋就把黑棋全部搬住之后 其实黑棋这五个子已经死了 嗯 很明显的死在里面 对 因为他只有三棋嘛 对 嗯 杀棋跟这边也不杀不了 跟断出来也 对 你断出来白棋就打吃 再一跳 这个局部当像这样的时候 事实上黑棋 如果从我们以前认知的角度来说 那可能是黑棋崩盘的状态 对啊 棋精死了 对啊 五个子死成这样 这其实还 什么意思 黑棋 可能会问一句什么意思 对 为什么李维钦要这么下呢 嗯 且不说好和坏啊 但是李维钦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对 他这个地方就像您说的 从里面飞出来 嗯 飞一下 对 他还是有一个全局的战略策略的 对 然后再回到右边搬 而这边虽然死了 但毕竟还留下很多味道 嗯 同时脚上将来也有 这个搜刮 这个木树的下坊 当然了 从白棋角度确实没什么不满 毕竟吃了五个子 吃了很 还是很舒服 嗯 因此这个定型可以认为是白棋 还是稍优的一个定型 但是李维钦的战略目的是达到了 他回到了右上 把这个子给搬住 嗯 这个时候白棋就 因为有这边有援兵 包括有利用嘛 嗯 这个右上角的战斗 黑棋就变得比较主动了 是 嗯 白棋定 这下大家就可以来欣赏这个 嗯 没错 对啊 嗯 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变化 人称米是非道 对 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一招都不能错吧 嗯 是的 这个局部来说 职业高手们也是做了大量的研究 我相信他们 从他们角度来说 这都是 嗯 再熟悉不过的变化 黑棋虎 嗯 这也是局部的要点 嗯 黑棋打吃 如果是其他的场合 黑棋可能这个时候也有其他的下法 嗯 但是在这个场合 既然黑棋这边有子了 那么黑棋如果还在这边虎的话 这就显得跟左上没有任何关系 就没有配合 嗯 所以实战里为全选的非这边 也是基于这个场合 跟右 跟左上有关系的一个场合 而从而决定的 他的局部的下法 哇 这样子 这个真的眼花缭乱啊 嗯 因为现在等于说 黑白棋双方就扭打在了一起 这个局部的是生是死 嗯 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因为如果黑棋是死了 等于是白棋长还都活 但如果黑棋活了的话 那从某种角度来说 就意味着白棋可能 就一边要被黑棋吃掉 嗯 对 我就觉得这样的棋真的 就只有高手们啊 他有这种就是运筹帷幄的能力 要不然我们一般爱好者 贸然去尝试的话 其实这个风险真的很大 是的 一招不胜就可能满盘戒输 嗯 真的要向他们学习 这地方怎么下呢 断一个 断这个 对 一般来说 黑棋会沾这边比较常见 嗯 因为这个段总是要补的嘛 嗯 那么如果选择长的话 等于这边的段还是存在的 所以黑棋首先不会长 然后要补的话 大概沾一个是最常见的 但是这个场合不一样 雷维琴选择了站这边 嗯 看起来是很夸张的一手 因为这个地方将来要被打回去 对 这个要被打成就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鱼形嘛 对 但是这个局面 还是局面不同 嗯 场景不同 嗯 可是白棋先断一下 也是因为 嗯 跟左边有关系 如果你后断就断不到了 哦 这个断 他就是 对 这个地方是蒸子 形成蒸子 这个蒸子是白棋不利 正常来说白棋断一下 然后跑不出来 这是啥意思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为什么白棋要断一下呢 他现在再转到这 对 因为首先第一个脚 肯定不能被黑棋再走 走的话就肯定死了 因为这个子跑不出来嘛 脚如果不斑的话 白棋肯定死了 所以斑力是第一步 然后黑棋并 这也是局部的长期的要点 嗯 白棋挡 挡 这个是必须的吧 黑的分段是吧 对 白棋也只能离 这没办法 嗯 如果白棋想要去 试图先爽一下 对不起 爽不到 哦 这下子是不给你走道 不给走道 走这我就算提了 或者飞一个 我就算提了吧 我 你 是上面很爽 提了我一个话 然后我暗度陈仓 而白棋呢 接下来怎么办 做这个 对 还得做活呀 然后我搬的时候 你再 走这个 自己做成了一个连耳活 嗯 这个就太委屈了 所以说你这个是鲜爽 但是后 非常的难受 这个地方也是 会下成这个样子 也是想不到 嗯 黑棋即便是一路度回去 但是黑棋还是不错 对 黑棋 因为白棋 那个右上角 实在是太委屈了 嗯 这个棋型 其实还是 尤其是职业高什么 很难下出一个连耳活的 一个棋型 实在是太委屈了 太苦了 好吧 我们了解 他宁愿弃子 宁愿弃子 所以这个局部就下成了 这个样子 就是白棋 必须要足度 嗯 黑棋也是不能松气 松气的话 这个对杀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黑棋要贴住 嗯 白棋再打 这个就先 对 白棋绕力呢 就使得这颗棋子 变成了真正的棋径 黑棋此时就必须要站 对 然后平常再得到 这里的跑出 啊 那孟老师 我在这个跑之前 先确认一下 这个地方的收器 是什么样呢 我先算一下 您这太幽默了 这个地方的收器 应该说是白棋死了 啊 没有什么 就是说是对杀的机会 因为这个 有一路的 对 对 因为这样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如果只看 这个纯局部来说 比如白棋拐一个 嗯 黑棋景气 嗯 然后白棋怎么办呢 白棋比如说 再爬 我就倒 嗯 啊 这边我 我先断一下 就是从景气的角度来说 我景气人先断一下 嗯 然后再挡 那我这个入不进去 好像正好不行 对 你提我挡住 白棋打吃 黑棋吃 这样白棋是 慢一气 嗯 被黑棋给吃掉了 嗯 没有双活 嗯 白棋其实是 也是做了一个棋子 但这个棋子 对于黑白身后来说 都是很熟悉的变化 而且棋就是这么下的 反正 嗯 因为白棋在外围 得到了很大的力 就把这跑出来之后 我们看黑棋这个棋型 非常的 呃 坨在一坨 效率特别低下 呃 很不舒服 这个棋型 但是 没错 这个好像也只好 就你一跑 我好像只好这样 促手出来 对 只好出来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 朴宁环在这个时候 错过了一个必要的次序 嗯 如果白棋子是选择先长 嗯 就是说这盘棋 从布局的角度来说 白棋将占据明显的右手 啊 这个地方的长啊 嗯 长是先手吧 我是不是得硬啊 嗯 那那我便宜到 那我再跑 会差很多 嗯 中间会差很多 嗯 马上我们就能看出区别了 实战的白棋是先跑这个 嗯 黑棋先打一下 特别激明 嗯 这是李宁环机敏的地方 再吃 嗯 这样 从这里跑出来 这里是必然的 对 再搬 然后搬又是有小问题 嗯 因为其实白棋长 黑棋也是得跳 哦 一样的道理 然后白棋先搬 黑棋搬 白棋再粘上 粘回 把黑棋再糊 无形中等于说 白棋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换 好俗啊 这两个交换其实 明天白棋亏了 嗯 因为是 你再凑 黑棋形成一个好性 是的 的交换 这两下大俗 但且不说这个 就说这边 现在被打回来一下 白棋这三个子明显变重了 如果长成这样 那这个局部 局面将会完全不一样 而且是这样的话 就会轻多了 而且形状会好很多 所以这一下 使得原本就是白棋 可能会建立优势的 的一个布局 就变得 没有那么简单了 就是一个是 它这个长没长到 另外一个是 这个地方 由于刚才说的 这个俗手走了一下 也有点 就是不尽如人意 对 没有走出完美结构 所以当像这样的时候 可以说局面再都变得浑浊起来 是 那也就是下一首期 白棋应该从什么样的方向来思考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儿让大家稍微的 也留下一点点悬念 考虑一下 我们稍事休息 等一下回来 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呢 我们继续回来关注这盘 李维钦小将挑战 调听环的这盘对局 一起来看一下他们 刚才给大家也留下了思考的悬念 就是接下来这个白棋呢 稍微有一点吃亏 但是怎么样让这个局势 他能够就是通过平凌环这种强大的能力吧 再给他拉回来 好 我们来看棋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要点 但是被黑棋占据了 那现在白棋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 其实这三个子是必须要跑吗 这个是个好问题 实际上这三颗棋子被打了一下之后呢 已经有点重了 因此平凌环实际上是决定把这个跑出来 但是 它好像又是一个 等于说 一个 一个战略方向的错误 把这个跑出来的 白棋把这个跑出来的意义 是要让黑棋这块棋 产生保卫 我可能去攻击它 然后从而让你收棋收回去 这是可以说白棋的一个理想之一吧 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 黑棋头很畅 而且你又像这样的一招交换 白棋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而此时你拐了一下之后 无疑使这三个棋子变得更重了 这是肯定的 没错 那么如果白棋要继续走呢 好吧 无论你怎么下 你压的越多 我们就可以看到右边白棋的损失就会越大 所以白棋压完之后你是走什么 走还是不走 如果不走的话 那请问白棋为什么还要拐一下 这是白棋拐一个的问题 就是平天环好像在这个局部 就是他的思维好像被局限在了 某一种他的想法上 某一种战略想法上 从而导致着他没有及时地去改变 调整他的战略方向 因此当像到这里的时候 白棋反而这个中间四颗棋子变得很重了 是 现在白棋也是回头是岸了 对 回头是岸挂脚 但这样的话 中间黑棋在拐过来的时候 就是对白棋来说很鸡肋的事情 就是你不跑吧 非常可惜 但你跑的话 特别没有味道 对黑棋也没有威胁 然后自己又很尴尬 黑棋就 而黑棋本身非常非常厚实 对 所以他实战也就算了 对 就再转身 转身离开算了 点一下 再飞一个 飞一下 这张棋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 飞一个其实是 局部等于说是有后中间的感觉 就有了这张棋 接下来白棋再贴一个 这个就会变得非常有味道 先手 对 首先是先手 黑的也很难硬 所以不走的话 这个可以搬过 搬过你宠我就把你打死了 但是黑棋要硬 确实就像是 像你刚才说的 走什么 对 有点难 沾一个吗 还是 再被打一下 被打也难受 打完沾还是先手 这个 难受 苦闷 这个棋型又拖一块 关键气还特别紧 对 所以说这个是 白棋将 接下来的愉快的先手 对色列文星也决定 我干脆我就花一手去 本身逆收了得了 它是花一手 这个地方 等于说白棋做了 这样一个教会 我觉得这个飞是体现了 平连环 它的 对奇形独特的感觉 这个是一招好奇 显示出了它的实力 接下来 大跳 又想要去 展示它的大剧观 不过 其实 就感觉白棋 整体来看 就非常奇怪 怎么又中途在这走了一个 其实是很奇怪的一点 然后黑棋再尝一个 尝到这的时候 其实原本这个局部 又上面那个局部 白棋是可以去 比如说考虑想先去进攻 比如飞一个 或者走什么 但是白棋没有这么下 它错过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但黑棋尝到这的时候 可以说 彻底的白棋 黑棋扭转了之前不利的局势 此时甚至黑棋 已经开始占据上风了 就感觉这一串白棋 有一点让我们觉得 没走到东西 对 从这个跑开始 白棋得到了什么 这是白棋始终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因为自己的里面 肯定已经是死进去了 所以白棋始终要问自己的回报是什么 现在没有 对 实际上黑棋 白棋小剑 其实这个也有点损 对 再想来攻击黑棋 但这有点不太现实 这一恰就恰到了这个 可以说白棋形状的要点上 好奇 这个只好 只能拐 这肯定不能被贴回来 所以只有拐 白棋再一冲 这个还是鲜手 还鲜手 最终白棋只吃了这两个子 不到石木齐的木树而已 而黑棋呢 全国连通 是啊 对 等于说白棋其实是没有攻击上的收获 只不过是在限制黑棋的价值而已 但是这个跟白棋的初衷 我想 应该是 应该就不会一样了 嗯 接下来 李温钦吓得就是非常巧妙 我觉得 接下来的 吉布棋体现了李温钦 他的一个 缜密的一个思考 对 点一下 他不是要求什么 就是 我们看他后来的下法就知道 对 这部棋看起来是宋子 啥意思都被人提了 嗯 那么他的意思是 我在来脚上收气的时候 对 就会明显不一样 这一系列是白棋 黑棋之前留下的 木树上的搜刮的好手 鲜手搜刮 白棋呢 可以提掉 非常干净地提掉 这边六个字 加上这两个字 但是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 已经下成了 左上的这个棋形 嗯 那么 这两下 黑棋是断然点不到的 对 是的 所以这就是 柳玉清 他为什么要中间 先点一下的原因 对 我觉得这个地方 下的真的是 哎 你感觉到 就特别次序井然 嗯 下的很好 很巧妙的感觉 嗯 而且 他 他为的是什么 他为的是先手 能够把黑棋 这块棋形做活了 然后抢得 选举最大的一个点 对 现在这个 上边要亟待解决 对 他抢到这里之后呢 这个地方 黑棋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同时对白棋 保持了非常大的威胁 没错 下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说黑棋 真正地 占得了本局的上风 嗯 然后这个时候 就开始搜刮白棋了 因为白棋其实 我们还是回到 刚才那个问题 白棋真的 啥都没做着 没有木树 几木棋而已 然后这边呢 黑棋还底下还很大 白棋这原本 就是白棋的东西 嗯 自己反正 至少这七颗棋 则是死在里面了 说 嗯 处理自己 我觉得这是 就是说 我认为白棋把 培安康好把中间跑出来 是他本局 战略上的最大的失误 这个失误 直接导致了 这盘棋的 最终的失利 实际 白棋就 从后面就始终处于 一个被动的 一个状态了 嗯 就是他还比较薄 对 他非常薄 黑棋很厚 这色子都还在嘴里 这边都连上了 白棋这款棋 就 反正还没有安定 然后你为了安定呢 为了先手呢 底线已经付出很多了 然后你这部棋 必须要强了 嗯 这是白棋这边 和黑棋这边的 一个小长点 这必须要强 但局部呢 这个就被搜一圈 对 黑棋是手段 很强烈 可以先手得到 这个大灰 局部白棋还没有活 对 然后你这边 也没什么东西 对 这个被二路一跳 就像刚才您说的 这矿场底下 都是空的 对 矿场被凿空了 底下没东西 就这个整个 一个大矿山 看起来很灰 很红我 底下 其实我已经被偷走了 是 很形象 是的 对 所以就是白棋 始终他没有获得相应 与之弃子相应的回报 这个是白棋的 可以说本局 从中盘开始 一直面临的问题 而对于李维钦来说 就是越战越勇 对 我觉得他现在来的下法 都显出蓬勃朝起 对 靠在这里 因为这四个子呢 想要吃 其实非常简单 就直接冲就死了 但这样的话 吃着也没什么意思 而这部棋李维钦显然 就是想要直接 全部惊吞了白棋 这白棋怎么办 真的白棋其实也挺受刺激的 就走了半天不好选了 对 白棋如果搬这边的话 我觉得黑棋可能会选 黑棋是不是就退了 把这个拐过来 对 这就很好 这样子 再拐过来 又都没了 反正黑棋的意思就是 你看你要哪边 你要是把这几个连回来 你这边就没东西了 你的矿山 接着被我掏空 但你如果把这个贴住 那我这边就真正达到了 我的目的 把你惊吞了 是 这个地方就是 李维钦显显示出了 自己的力量 年轻人的力量 朴槿显只好从里边来 而且黑棋这个靠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当黑棋 把这边走后的时候 我们来看 右边的白棋 由于局部不活 他再被黑棋 破掉这眼位的时候 恐怕真的就面临 生死的问题了 是 但是这边你要 这个走后都是有价值的 对啊 那都非常非常有价值 关键是他首先 还在破你的空 还在走后自己 还在威胁白棋 柳玉钦这段棋可以说 从中盘开始下得非常非常好 对 这个让朴丁环现在 也真的就是觉得 即便是朴丁环这样子 天王级的棋手 他听到现在这个局面 也依然是非常为难的 嗯 那么这盘故事 总是要继续的呀 嗯 白棋还得再想想办法 对 他实在顶在这里 这部棋其实 小雲老师 你看到这部棋 你的低感 你这白棋想 这肯定不会是 他形势好所下的 嗯 对 那么这部棋 他首先 他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他是想让你 如果从这边走的话 我赶紧把我自己处理好 对 没错 他这部棋 显然是在声动机器 你看起来是在顶黑棋 嗯 实际上是在保护自己 嗯 对 那李文星当然也 也明白这一点了 嗯 他实际上就做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处理 对 搬一下打一下 得到先手 巩固自己之后 我也知道 你这部棋 本身是为了做好自己 嗯 没关系 我抢到我 全职最重要的 这半棋 就可以搞定了 嗯 哦 重心在这 实战马中间一段 这个时候 感觉这半棋的故事 就基本上结束 基本上结束了 这么快吗 就给白棋判定死刑了 对 反正我如果是白棋 我是摄成数据地的 想一下 我觉得我下一步棋 我都 我都不知道 我该走哪 嗯 其实这个我们也能够有些理解 就像他实战的想法 其实是 就是非常不情愿的 对 实战先打一下 嗯 这时候就是 你还是能把自己连回来的 那 那不行 那不行 那真的不行 对 因为矿山 是没建成 底下也没了 嗯 这矿山总 总对两路 给冲垮了 对 对 而且关键是 这什么棋都没有 对啊 太痛苦了 这个 是啊 这四个还是牵着的 嗯 所以这等于 跟认输没有区别 是的 嗯 实战平等航就选择了 一个非常悲壮的方式 啊 把这个刀给贴出来 那这个是要反击 要精酸黑棋的意思 嗯 可问题是 这个 这个棋金这老家 被别人给断了的时候 嗯 气不够 白棋只有三口气 对 黑棋首先已经有四口气了 且不出来靠了又长气了 那已经有四口气了 那像这样的时候 白棋就等于中间 黑棋就完美实现的战略意图 就把中间全部给惊吞了 对 这感觉白棋太惨淡了 这因为后子简直是 不能再后 但是没有用 但是没用 对 对 后给自己看了 嗯 这个也是很 很尴尬无奈的地方 对 就这盘棋从 不得不说 从中红盘的进程来看 李悦兴的发挥非常完美 嗯 嗯 最终当然 他也收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嗯 接下来白棋 看一下他 是 对 紧气啊 然后紧气之后 关键已经紧不住气了 再贴到 我就长了 我们来数一下气 白棋三口气 黑棋 一二三四五五口气 嗯 这意味着白棋再走一招棋 后手吗 他是后手 哎呀 那 真是太没有面子了 对 颜外之意就是黑棋先手吃 嗯 惨 太惨了 当然了 就算先手吃 好歹白棋中间打一下 也比实战好 嗯 我觉得这时候 皮肥黄可能稍微有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 可能觉得这棋已经差不多结束 嗯 他实际上这下都没有打 直接吃这个 这甚至还要被沾上 最终的结果就下成这样 白棋收气 黑棋紧气 黑棋不但把这个地方 白棋木树破了 这个地方也没让白棋围的木树 嗯 中间还全吃了 中间也有 差不多二十五期了 所以当像这样的时候 其实 从胜负的角度而言 这盘棋已经没有什么选定了 嗯 这个地方等于是白棋 现在什么也动不了了 是吧 对 嗯 中间就是说 我们来看这个 基本上黑棋从中盘开始 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 白棋呢 所有的目的都没达到 嗯 对就是因为 后面全的黑棋在掌目 嗯 这个地方全是黑棋的 嗯 这个底下我这里跳到了 那也没什么东西 中间我全走了 白棋还啥都没为着 是 那朴棋还可能他也 因为团体赛嘛 对 对吧 也不甘于就 马上放弃 对 双方正式进入 首冠阶段 嗯 最后的就是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战役 就是黑棋如何去 进攻 白棋最后一块棋 我觉得这是 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对 因为白棋现在这个家住 是必然的了 太大了 对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黑棋如果此时 想直接来进攻的话 那么 白棋是靠一下先生 白棋再从这边打过来 就是白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哦 白棋是联络的 嗯 白棋是很联络的 就是没有子儿 黑棋 然后黑棋中间呢 就是这边你还进不来 就白棋有一个 简明的处理的方式 就是黑棋拿白棋 没什么好的办法 嗯 那么李渔鑫是怎么攻击白棋的呢 他先搬了一个模式 对 就是攻击的方式 嗯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嗯 我们想攻击可能不外乎 呃 常见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急攻 嗯 就是直取你要害 我对你进行猛烈的爆裂的攻击 嗯 一种是缓攻 缓攻就是徐徐徒之 然后我一边攻击 我一边获取利益 这是另外一种攻击方式 但是刘月星告诉了我们 还有第三种 那你说说这个让大家就觉得 哇这个太高深了 这就是嗯 其实是一种战略思想 嗯 其实我觉得搬到这的时候白棋也挺就有一种受虐待的感觉 就选择怎么办呢 现在 对 嗯 首先你 你不能再忍了 你再忍这 木树再度被搜刮 嗯 黑棋长你还得贴住 那最终 你这小矿区也太小了 嗯 嗯 对 那那扁团自然就只能反击 就站在这里 对 如果黑棋吃的话白棋肯定是要把黑棋断了 对 嗯 但是他沾这个呢 其实并不是绝对先手 对 他不是绝对先 黑棋再活一个 白棋肯定是只有吃啊 中间把这个 把面子找回来 嗯 把面子找 当然其实只有十四母棋了 哦 那相当于黑棋这一下交换 是不是又便宜了 对 本身木树就不亏 嗯 关键是这里有两次 对白棋整体的威胁 包括对这儿的威胁 嗯 也很大 嗯 他打了一下 嗯 先打了一下 加厚自己 嗯 再走到这个地方飞 那就这些都一样 是吧 对 这些都一样 但中间不一样 中间白棋明显 它就多了断点了 嗯 它打不回去了 等于说是 嗯 实际上就只好断吃这里 当然 朴天环的抵抗也很 也很好 它下的也很好 就是打完之后 单打 然后单虎 嗯 它不肯打这一下 因为打这一下将来就要被提两个 我说太损 对 因为如果白棋 黑棋现在呢 再往里 再往外走 白棋会单家 嗯 就是不肯打这一下 因为打到这一下之后 没有用 因为蒸不掉嘛 跟蒸子没关系 对 你还是就加我再打回来 这一下等于说是白棋白笋的 没错 嗯 这是技术上的问题了 所以说白棋单虎 平等环的应对确实也很巧妙 嗯 可是 你下上这样之后 我们来看白棋这块棋 等于说是 真的是全部的单关联回 没错 嗯 就是一幕没有 一幕没有 嗯 这边是 长的也是 感觉白棋再不断地吐血 就这个 全部都是单关联回 然后再点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这个地方 你还得站回去 全部全一排的单关 弯弯弯弯弯 像黄河一样 对 这真的很无奈啊 对 所以 这番棋我觉得从 后面来看 就是黑棋的攻击 真的是 就黑棋整体的战略思想 真的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嗯 等到走到这的时候 这番棋其实从后面的进程来看 黑棋确实是行云流水一样的 这番棋 没有什么失误啊 对 嗯 这番棋大致上也就结束了 最后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白棋先抵抗一下 然后 想行先在这个下面先跳一下 嗯 便宜点木 嗯 但是黑棋就是 无所谓嘛 因为我该围的我也都围得了 嗯 我也把你几乎全破光了 嗯 白棋再退了 只好粘回来 对 白棋贴 贴 再冲 就是最后白棋这个地方只有十九木棋 这块大概只有二十 二十木棋好像是正好 正好二十木 哦 这个地方还要算被搬粘到是吧 对 粘住的话就正好二十木棋 好 然后这二十二 好像这个总是要被提掉 二十九三十三四十五 四十五不整 嗯 嗯 下面是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十三 五十八木棋白棋 哦 全局 嗯 五十八当然也挺多 好像也还可以 黑棋 十二十六十九 二十九三十三十五 四十五四十七四十八 五十八五九十六六十二 大概六十五木棋 嗯 它这个地方断了一下 好 断了一下 嗯 这样 六十五 加上这个大概七十木棋 强一点 就是黑棋七十 白棋五十八 盘面十几木 哦 大概黑下 黑下 那好像也是比较清楚的一个胜负结果 对 嗯 而且从职业棋手的角度来说 其实这个差距已经算是比较大的 嗯 是 嗯 那 我们把最后的结果给大家再呈现一下吧 好 白棋还顽抗了几招 对 白棋最后球的头场了 对于说 对 因为这张肯定是选举最大 嗯 它是顶了一个 顶 对 本来黑棋倒 嗯 白棋爬 嗯 黑棋提一下 提一下之后就可以脱先了 对 是后手 白棋是 是后手 嗯 把这个吃掉 嗯 这个 嗯 白棋就没有 继续的心情了 嗯 这 我 我觉得早就没有心情了 如果是我的话 有可能早就没有心情了 嗯 那确实从 这个 从这拐开始 或者说从这个 这个地方白棋打回去之后 我觉得白棋一直处于 就被动挨打的局面 嗯 状态 嗯 一直是黑棋掌握着全局 引领着全局 最后该违得的黑棋都违得了 这也吃到了 这也全都是黑棋的 说这也全都破光了 对 就是我们这么一分析 就是白棋什么 就几乎可以说什么都没走到 什么都没有 嗯 嗯 那这个它的主要的原因 当然我们说就是在一开始这儿 有一点点 但是还是开始这个地方吗 就是从这里开始下坏了之后 就不好了 白棋 我觉得这番棋最重要的原因是 它弃子是没有问题的 弃子是OK的 因为这个变化大家都很熟 嗯 但关键是白棋弃子之后 没有抢得先机 嗯 首先上面是有可能可以先手进攻的 没有走 最后让黑棋自己先手处理好 然后这边呢 白棋还不得不让黑棋先手动 被攻击 黑棋威德大空 中间也是黑棋先抢了的靠 哪个任何一个地方 几乎都是黑棋先动手 嗯 白棋才被弄挨打 对 其实我理解孟儿的意思 就是说白棋至少 比如先进攻这块 也不至于这儿被收得这么惨 对 也不至于说全面被黑棋引领了 最后 它走中了的四个子 还是被吃 嗯 是 这盘棋 看上去李维钦赢的 真的也是堂堂正正啊 嗯 我觉得确实体现出了 他很强的实力 嗯 我觉得这盘棋 他的胜利是当之无愧的 当之无愧的 有可能对于一个小将来说 这样子的一个胜利 对他自己个人的成长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的 中国的00后一代 也是人才如井喷一样的 不断地涌出 嗯 确实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国运胜 奇运胜 我觉得我们的围棋人才们 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 嗯 是的 那么这盘棋呢 由于他们是主将战 上海队获胜之后呢 其实在五六轮的这个首轮当中 也是上海队最后是获胜了 对 嗯 那么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非常高兴大家的收看 我们后面有机会的话 再给大家介绍更多 维甲的棋局 嗯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